字幕提供 白羊 灰蝙蝠 他死在外面 沒道理啊 這裡砍在地上 有很多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精靈三劍 暴走猴鹰 灰蝙蝠 還有一些叫做不出名號 但也絕非擁熟的人 都喪失於此地 他們一定為了非常特別的原因 才聚集到這裡的 彼此互相拼殺 或是被更厲害的高手所殺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只有一張藏寶圖 藏寶圖 就 就是小月兒到鵝梅山的原因嘛 難怪你路上那麼確定要玩鵝梅山來 這是因為小月兒 有一張藏寶圖 可是應該只有一張呢 這些人怎麼會知道 不管如何 我們繼續都知道了 小月兒 可不可以被他們認出來了 公子 真的有一篇人在裡面 我們先等一下 聽清楚裡面的狀況 再行動 哈哈 你們都沒怕 是面不凡 卻不過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糊塗蟲罷了 你說啥子 我一起來問問 雖然咱們上床的禁地 才來一下子就打算離開了 怎麼可能好死不死 給我們栽贓到 難道你們到航高深 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而梅山 其能外人來去自如 有人傳入後山 本怕也有不知之理 只怕咱們未來之前 已經有人告命了是嗎 這人又怎麼會知道我們的行蹤 難道你想都不想一下 沒錯 這一定是告命著人欲謀的圈套 好叫你互相火拼 修德度眼 真有什麼圈套 請給我情下再說 怎麼辦 我打掉他們的火車子 請讓他們冷靜一下 火車長 快拿火車子出來 唉別推 唉唷 誰拿一件刺動啊 阿彌陀佛 請大家暫時求病 無論誰是誰非 總不要無傷的人 我佛慈悲 你們這些混戰東西 我平時怎麼教你們的 遇到突發狀況就亂收腳 都先給我不要動 哪個給我去拿個掌燈來 你們兩個什麼東西 剛才就是你們腳的鬼 欸 給我退一下 你看不出人家功夫病強太多了嗎 兩位兵臨此處 練你們還沒做出什麼放進的事 請速離開 服送 聽說這裡有燕南天的寶藏 我們想看 看上一看 燕南天的寶藏 我這裡燕南天是無瓜葛 怎麼可能有什麼屁寶藏 你們這些人該不會借過來找茬了吧 咱們也不為什麼 只要你將燕南天的寶藏取出來 其實我未必要這東西 只不過想看看而已 別欺人太正 教訓你這個無理晚輩 小生花無缺 特長請出地址無力 但若非你對女孩家出手 地址是萬萬不敢干涉的 這 莫非是一花結玉 老和尚 幸虧你還有點眼力 這種公子哥我看來都不順眼 好 好帥 這樣花無缺是嗎 鐵欣然是什麼德性 小白一點 不過會一點牛奶煙煙的功夫 有必要這麼陶醉嗎 好 好 連雨季多年的一花公 都排船的騎上門來 看來惡美的臣民 就要葬送在我的手裡了 我明白了 想必你們大家都是為了什麼 烈南天的寶藏而來 黃大師是不 這一定是一個拳套 你我都被騙了 互相殘殺 正順的賊人奸機 我說這話使你偏不信 無限你自己說出來 且不是禁酒不吃吃法酒 要是燕南天的五弦秘笈在此 老得好會說小話無缺嗎 花公子 你怎麼說 我怎麼說 好 來 原本啊在一代的時候 花武雀是講 說明一花公 並非為藏寶圖而來的齁 然後 第三個是神奇道場開觀目 這個是最不好的齁 經驗值最少 第一個經驗值是一千的樣子 第二個是一千五 因為 第二個 是問 就是 解決大家的事情 那第一個 第一句話是 原本一代花武雀會講的話 那二代就可以自由選擇 那我們選二齁 好 大家請問 在場諸位 哪些人手上有一份長寶圖的 阿彌陀佛 老那是有一份 我也弄到了一份 這奇怪了 我也有一張長寶圖 我們也 我們一路走進來 沿路上見識武林同手的尸首 廣泛男人身上 都有一份長寶圖 由此觀知 此時顯然是有人設計的無技 跳大火屁 彼此相逼 在下只希望 各位莫要中了堅忍的惡技 從此畫剛更為玉博 近日之事 從此再也需要提起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公子 慈悲 若誰 還想 勝殺 卻讓別人 在暗中一環看笑話 阿彌陀佛 那才一隻 達一隻 達一隻 達公子 所言幾十 達下 就此告退 好 這加一千二喔 比較多 張青就隨便吧 和路加攻擊吧 我也願意聽花公子的話 我也願意聽花公子的話 什麼東西 我剛剛講的半天沒有鳥我 這小子放狗屁就有人聞 小時候謀悶女說儀化公子是仇人 我本來還懷疑的 現在花五切這種臭的架式 再懂大調 不管是不是仇人 看了就討厭 沒人看到我打不過 這種政治的人又很難陷害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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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啊 不好了不好了 前陣的大天 給我們寵物 帶頭的自身 護法 為违先 需要本門歸孫 不然就因為平地 好傢伙 我們真的重計了 重計是聽你 所以我是前堂之源 眾位 十賠了 可惡 可惡 神感醉悔 願祝一臂之力 若此這把戲是演完門設計 我自然不能輕擾 所言幾次 我也去 江湖中 若有不平時 一花空 也該燒盡心力 小魚兒 你強迫我喝醋血的醋 我一定還給你的 哼 那個石灰杖的圖案 沒了 我們去找魏無心 逃了剛剛 剛剛被欺 欺毀的公道 找魏無心報仇 我看你巴不得 跟著花舞雀的腳印走吧 你 你說什麼 我說 建議十千 水氣洋化的女人 不懂報仇 你 我在你心裡 只是這幾個字 喂 你 趕神我一般早就跑掉 人家扎心都知道 喝了我的臭血要還 鐵線讓你欠我這麼多 不用讓他在後上 不然走私主罪養 那我連 連本球都逃不還了 這也巴掌沒有 有點隨便喔 二代 聖火 這位這些正常炎王門的傢伙 殺了好多師弟師妹 總算 有一些比較像樣的人物出現 否則 光殺這些死聖的小狗 好沒意思 你們是什麼人 竟敢來偷襲我額美派 神喜 你老到 炎王門的招香書 你老早就收到 你遲遲不肯歸祥 這些躺在地上的雜碎們 就是最好的榜樣 這 這 這 你實在太過很多了 要成事 豈能顧你太多 神喜 你若是四相 早點歸順 就不必死這麼多人了 我們差點都被你耍了 只可惜 華武雀公子 聽我們打了原廠 你的毒祭 並沒有成功 又是你 你和小魚兒 老是壞無大事 小魚兒 你那是小魚兒 當然認識 我雖然他一路到這兒眉山上來 還是給他留掉 他長的什麼樣子 先問清楚他找張小魚要幹什麼 你且說 先說 找他要幹什麼 家事有令 叫我殺了他 好極了 你聽好 這人長得蠻英俊的 左臉上有刀疤 臉上永遠掛著玩世不公的笑容 公子 那江小魚 豈不是 就是剛才 這東西的那個少年 張青為什麼沒認出他來 咦 張青呢 找流浪公子 他們根本是一夥的 這裡武林同道人多 應該不怕野王們再動手 升級道長 這下有事 有要事代辦 而先走一步 勢力之處 日後再行卸罪 華公子不必多理 二妹上下全趕公子恩等 神習 先行卸過 哎呀 人長就跑了 應該是往二妹後上去了 我們快追不止 走 你 你是不是在餵我吃花無缺的醋 嗯 花無缺像什麼東西 我再怎麼樣也不用吃它的醋 嗯 我都要死了 你也不承認為我吃醋 恩等 來生財報 公子 那潔西呢 難道難不成要自殺 別做傻事 沒想到我已是一名 竟然做出這種蠢事 是 是我害了你 姑娘 別輕聲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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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不還手 為什麼不像一花監獄一掌斃了我 有什麼委屈 我可以幫忙 要是大家真做錯了什麼 被修理也是心甘情願 就算是無力取鬧 看你楚楚可憐的樣子 看你楚楚可憐的樣子 我安慰都來不及了 又怎麼肯欺負你呢 他又是有一半就好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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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姑娘 花公子 真不好意思 這幾天老是勞煩你 哪裡的話 消息雜事 如然那鐵姑娘專心修養 那才是花母的心願 花公子 花痴 他教訓那些漢人欲穿時 目中無人的樣子 我看不下去 就在在海村外等他 打算好好教訓他一番 讓他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哪知道小魚兒除了詭計突亂之外 武功也不錯 打手可給他號 再乖乖叫他師父 他在和女孩兒家動手過招 還強迫你拜師 豈不是太過分了 那時候我是男伴 男伴打撞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女的 張青那時候威風的不得了 李家馬賊全部在他手上 總會像我要寶藏 我想這次跑也跑不掉 張寶頭大概丟地呢 還沒回過神來 張青突然又慌又亂地逃走 原來是小魚兒 從後面偷偷摸過去 點火燒了他愛馬櫻桃的尾巴 我逃了好遠 都還聽到張青的慘叫聲 那魯楚說來 張青被小魚兒害得那麼慘 為什麼後來還要幫他隱瞞呢 那就說來話長了 我路上受了風寒 病倒的困在海印客棧裡歇息 都怪小魚兒幫我張羅 打點一切 找來特效藥治病 這才撿回一條命 這期間張青還在找我們 原來我們有個將魏無心的也想害我們 小魚兒用力拼了張青幫我擋住魏無心 才度過這段難關的 怎麼要說啦 當初聽地角二說 張小魚活作廢毀並非事實 是我錯過張小魚了 張青中了蛇毒 群長解藥解物的那毒性 小魚兒用臨死拋過藥草 他的血有解毒之效 而話不說 更往威脅救了張青 難怪張青雖吃了將小魚的虧 卻要幫他隱瞞行眾 我們打擊畢神們 又打敗了畢者神君 小魚兒一死大意 死後中了毒症 我只好幫他吸出來 咦 我 我是怎麼了 總覺得心裡有個奇怪的感覺 是因為我在替小魚有個擔心嗎 木龍九發臉不嫩人 把母倆灌在冰凍裡 溫度好 就一口難受 小魚兒自己冷得要命 還裝模作樣把衣服脫下來 讓我披上 也想到他明明動得快要說不出話來 還裝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 就覺得又好笑又貼心 嗯 挺過人沒事就好 那種奇怪的感覺又來了 這從幼年練功秉 秉心直育以來 早就該不動心練了 這怎麼回事 花公子 你還好嗎 我看你臉色不太好 是練習走岔了嗎 沒事 我沒事 對不起挺過人的當心 我調個氣就好 沒事就好 那是花公子因為照顧我自己疏 疏忽了身子 鐵星人都過意不去啦 這是因為我關心鐵工人的傷勢嗎 不對啊 哲心那時候病到 我一點感覺 一點這樣的感覺也沒有 在對付三賊死罪危機的時候 電荷路超新 是很接近了 但好像就是不太一樣 難道 難 難道 應該不會的 我不要想太多 這樣對電工有害無益 不要亂想了 我會將小魚爭吵 一時氣氛就要往斷崖跳 她生命來救我 自己就斷 落下了斷崖 我正在聽著 硬惡的女人 鐵姑娘快要摸要這樣說 花花都會見到這樣的狀況 應該會死神搶救的 鐵姑娘 千萬不要忘記肥薄 這不是你的錯 為什麼 江小魚醉搖 與空於是 我都沒有理由高興 為什麼會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不過 她一定不會死 她一定不會這樣死的 沒有人可以殺死江小魚的 是不是 嗯 我也不希望她這樣做死 如果她還好活著 那就最好不過了 你也是這樣認為的嗎 那江小魚應該不會死的 她一定還活著 公子 鐵姑娘 該歇歇了 不礙事的 赫魯 你可是這附近最大的城市在哪裡 比春月龍還大的城市嗎 那這附近非宜昌莫屬了 鐵姑娘 那我們可要往宜昌走走 我的便早好 但是你不讓我下床 就算 那 你現在不提 我也非去不可的 那好 我們沒早就出發吧 如果小魚有餵死 她一定會到 雨昌這個大城市來的 我也很想見她了 師命難為 我也不想殺你 江小魚 你莫要被我見到 你也想見到她嗎 你們一定會成為好朋友的 鐵姑娘沒問題嗎 請不要勉強 不會的 我覺得比上次 善兒沒三錢 狀況更好了 高者鐵姑娘沒問題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 哎呀 是誰想出長寶圖這個妙境 騙得那麼多武林高手 唯一隻聰明 我真太清廢這個人 以後要好好學習學習 如果大家都耳語我詐 互相欺騙 且不是人人都懷疑別人 天下見永無靈略 你從來沒騙過人嗎 人人都懂得騙術有原理 天下才會太平 不過只要你沒有你這種人 人在 我永遠都不怕沒飯吃 好走 我跟你說那麼多幹嘛 大物章不想玩猛 各著各著吧 這位超俠 你可是會舞 是啊 不是有什麼事嗎 帶我仔細關來 我看你功力還有進步的空間 這也有一件我早年用過的盔甲 認證有了暈了 你就拿去吧 有點受傷落盡 謝謝 好 這已經環河發大水 你有沒有無數龍狀 沿見路東角饑荒 好 你難道就演真的 瞧瞧咱們受苦 欸不是這幾個 我那樣有製錶 好是這四個 好是這 出現劇情喔 欸兄弟你們看 這公子哥 一人單娘女啊 真叫人羨慕啊 幸福歸幸福 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啊 我看八成是不行了 咱們做個好事 幫他一向忙如何 對 對 急啊 張姆兄弟似的兩人分配一個 豈不是正好 有死呢 那劍鬼 那是蟲馬仙 別相信他 那一定是西洋魔術 別再往好養 佛陀新酒不知是喝把酒 哼 這群笨蛋 我看地道人也一花機會都不認得 阿姜大俠來了 姜大俠來了 姜大俠 姜大俠 道上的兄弟們 在這裡一昌一代 可否給姜母一點面子 欸是兄弟後 快走吧 哼 偽君子 哼 喂走了吧 別吃老馬 你今天運氣好 下次別讓我碰上 我們走 運氣好的是你們吧 這群笨蛋偶爾有蕭小出來 打擾到三位 姜大俠 敢問可是姜別赫姜大俠 不敢當 乍下 真是姜別赫 這是我家公子 據我猜 兩位應該是 宜花宮信賴的傳人 花無缺與河路 不知在下說得可對 你 你怎麼會知道 其實不難猜 三位氣質 姿態異與常人 還能使出移花劫雨 自然也和移花宮有關 而最近在惡眉山上 移花宮傳人解救 惡眉一次 早已傳遍江湖 所以大俠都膽一猜 幸好果然不惜嚴重 只是 不知另一位女俠高興到你 小女子鐵心啊 結果姜別赫姜大俠 不敢不敢 不敢 三位請隨我來 是寒色 用個變長 江湯下如此可惜 花某實在不敢當 當 當得當得 認認是三位少年硬件 是老夫的榮幸 花公子 竟不願意老夫多談 就要走了嗎 莫非是請老夫加圖 勢必有辱花公子身份 哼哼哼 江大俠自奉簡博 實在令婉輩欽佩 花公子過獎 不只以花公姚月連心 兩位公主的情況可好 兩位師尊一直在離花公修煉名譽公 便無大事 多謝江大俠的關係 江大俠這麼說來 可是認識家師 咳咳 十年前 曾經過獠月連心兩位公主 原來江大俠是家師固有 完備勢力了 拿耳的話 沒那麼嚴重 那花公子與兩位公主 可有其他關係 在下連幼時是竊衣 先為家師縮養又傳說武功 雖無血緣關係 但在下四四兩位師尊 如言覆慈母 慈恩不敢忘 好極好極 公子人中龍鳳 遙遠連心兩位公主 果然有眼光 江大俠過癒了 那這位河路姑娘呢 江大俠 我只是公子身旁的隨事 沒什麼好介紹的 你換我河路就好 原來是河路姑娘 離路上辛苦了 伊花公則是重出江湖 我江北赫有心遇到三位 一定要好好招待你們 不能失禮數 江大俠實在太客氣了 我這宴客是有道理的 一是住伊花公有傳人重出江湖 這招跑天下 二是聽與鐵姑娘拉耳關係 也有江北赫在 可以替我們小梁否學了名分 這前不勝妙 這要選二 現在只是朋友 那以後呢 這句話打得妙 我果然沒看走也 公子這貓回答 應該是已經對鐵姑娘動情了 但大家都不說話 應該是 應該都是在 推想剛才那句話吧 哈哈哈哈 花老力早有打算 是老夫十言多問 大家擋了一天路 這回該累了 先喝杯江大俠的清茶再說吧 不錯不錯 像第一代的清茶也有風味 大家來嘗嘗吧 老爺 老爺 什麼事 你只是說無妨 這三位都不是外人 老爺大事不好 那二鬼鬼 宣演成光闖入一張飯館裡 強迫叫眾人與他對賭 金老爺和公子看不下去 出言之子 那二鬼鬼就跟他纏上他們了 那二鬼鬼 宣演成功力似乎是很高 金老爺和公子恐怕不是對手 而且老爺快過去一趟 全職有人有難 老婆豈能不過 王三位能量我這怠慢之罪 江大俠有事 啊我卻越南淹冷不過 我等你江大俠一同過去吧 好自己走過去了 喂 你當然要聽幾遍才夠啊 江北荷福的影子 根本不夠說這麼多的 這位大神為什麼要這麼說 如果他是為了毀伴我江大俠 之前也沒有必要說那麼多好話 如果不是那又是為了什麼 竟然心中總有疑問 疑慮未消 總覺得與你江大俠有關 你剛才喝的叫做毒酒 無論是誰 喝了老子的倒酒 都可以喝老子毒一毒 那 那怎麼有毒法 老子看你那隻手不順嚴 很想把他領下來 我就毒一那隻手病 慢著 你憑什麼逼毒 你給我靠邊站 等會才輪到你 我宣言三光逼毒一向來最公平 一個人提毒毒 另一個人就可以提毒法 我既然要盯他的手臂 怎麼會不給他的機會選毒法 說 你要怎麼毒 我 我 我 宣言三光要毒 照下可以奉陪 選這個狂狂爐子來賭 幾倍無趣嗎 你 是誰 在下 江別賀 江湖傳言將來一代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英雄 乃是一眼南天之後第一個當著其大俠兩隻人物 莫非 就是你 那只是江湖朋友的臺 在下從剛剛的起 我 父親子 父親子 你 他竟然是你的兒子 你莫非 要帶他 他以後躲一躲 雄雄的先生 弄我性智 在下自當奉陪 不知雄雄的先生 毒素如何 沒有兩人 無論誰輸了 並任憑對方處置 我若是善嫌借下江大俠帶毒 贏得過人甚好 若是輸了 如果被對方一刀殺死那也就罷 苦的是對方 如果要求 交出有花機率的秘境 或是對鐵官有任何要求 那不是善兆 好 再也賭去全皮 全皮運氣 我雖也可以接下江大俠 但那對方是贏起來自備 就大勢不妙 我怎麼看來幹部這江大俠為何有把握 只要公子不遠讓毒鬼相伯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這樣也好 但如何毒法 還請告知 好 江南大俠 不然豪起難雨 我一定能夠毒住 如何毒法 並有得你 這是我的規矩 既是如此 載下公賢不如從命 我一直往桌上一起 在桌上留個掌印 若誰在正管魚翅鎮的建築或石碗落下 那人便輸了 我一掌下去 雖然可以留閃盒 而不晃動魚翅 可是掌印衝透桌面 桌子的結果難免受損 長久下去了 那中間的魚翅根 在外方打 就比不過江別賀 不過江別賀 不知道這奧古怪的掌法如何 我的掌法掌盡 到不中技巧 婚後有餘親吟不足 就算掌印的穿透桌面 卻不能夠穿透桌面 而不震動魚翅 哪有勝算 沒想到我心裡的三冠 居然變成這奧見鬼的魚翅根臉 我認輸了 現在你要怎麼樣 儘管說吧 在下且盡宣言聲聲音北 現在宣言三光 神是死 萬刀萬七 但並隔一假吩咐 在下宣言先生做的事 方才不是您做過了 宣言先生獨住 既父親 為何要說這樣的話呢 林林 你你說什麼 輸了一方 就是任憑聖方處置 在下就發宣言先生一杯 此刻宣言先生酒也飲下 真是獲贏兩敬 各無奢險 你能讓我殺了我 江湖中的誰不情服 你弄要我做一件事 無論七真一寶 迷馬林犬 我也可以為你去 但 但你只是叫我喝一杯酒 若不是在下量 少物的還可以多盡幾倍 好 果然不可以江南打下 我確認三光平身未成夫了 其樂卻真的服了你江別河 後會有期 江湖 這人想讓浩獨成性欺人太少 江湖何不趁機出去 這樣的英雄人物 世上不及 你兄弟怎麼能親眼出去兩次 何況此人除了浩獨之外 並無別的耳機 呃 是 小弟錯了 吃了浩獨 但是一旦賭書 便覺得不抵辣 到時輸掉頭顱 也不會坐一坐眉頭 果然是個英雄好漢 那江別河先接受 薰原三光的妖毒 旋即薰薰原三光以後 大俠風范表露無影 不愧別人叫他一聲江大俠 原 過來經過花公子 何路姑娘與鐵姑娘 花公子與何路姑娘都是伊花公子穿的 而鐵姑娘是花公子的朋友 見過三位 多謝三位相救哲恩 不敢 我們便沒有出手 全憑 五父江大俠之力 慌我慚愧 花公子走是正般客氣 現在全職與監視鏢視鏢區的李綠中鏢頭都在 我們回去閉宅再好好閒聊吧 事業 阿武雀等人 在鐵信男方中 閒坦一日所見 有間巨款震災 江別河的貪吐盡視 與義式薰原三光三世 三男軍隊江別河佔以後家 待鐵信男與何路皆以安寢之後 阿武雀不知何故 感到隱隱不安 並未睡去 奇怪 近日心神不靈 思潮起伏竟壓不下去 不知是日間雜事太多 還是 有輕功高手在夜風中唱歌 聽他在唱這什麼 江南大小手段高 蜜糖來把毒藥包 吃在嘴裡甜如蜜 吞下肚裡似火沙 糟糟 貼下英雄巨都找得到 得名之德 棒必隨之 江別河如此封燒毒臨 難怪還有人會毀謹他 不過雖然如此 心中總是有一點餘粒味香的感覺 到底是 失禮了 將我來此 喝上三位告證 晚輩公會將大俠是應該的 不知有何要事 也許晚輩幫得上忙 幾位可知道 戶部正在意識 略有所聞 將大小運出前出力 兼致替詹營保鏢 正將晚輩欽佩 小事一樁 實在不值一提 只是江湖間傳聞 橫江一窩 橫江一窩黃花蜂 想動詹營這事 話血你可曾聽過 我也曾聽過 這橫江一窩黃花蜂 竟然想動詹營 生天害理 無知詹名苦難 實在醉必擋住 雖然是如此 但路能避開他們 早日啟程 順利將 送到黃河災去 那總比要經過一場血戰 才送到要好得多 這話說得沒錯 華賢帝 昨日經過 宣源山光那一鬧 仍然都知道 江別河還在城裡 詹營也一定在遺昌城中 我和幾位標誌上兩國 如果今日一早 就偷偷把詹營送出去 華賢帝 有全職 將擁到鎮上晃晃 宣稱我和宣源山光 較勁時出了 差的氣息 在家休養 說不定 有機會騙過黃花蜂 平安把那些鷹羊 送到災區去 此季大廟 亮亮很將一鍋 一鍋黃花蜂 也想不出來 既如此 江別沿行去的 還請三位於圈子 在城中遊玩 以亂人耳目 好不容易出宮 有機會 射出遊玩 一定會很盡興 叫他小禮大可放心 遺昌帝大 被老闆江公子帶路了 小弟保著 那三位玩得盡興 不想回客棧 那就麻煩三位 老夫先行一步 告辭 遺昌小調風味獨具 尤以清唱最佳 小弟先去安排準備 這樣我十分在至閉宅相見 花雄如此可好 如此甚好 那就勞訪你了 公子 我們就到遺昌世界 走走吧 最好多和那些人說話 讓大家都知道我們還在城裡 今天正習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2000年出品的 新絕道雙腳2 花無趣的路線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遊戲的劇情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